斯戴罗特是距离加沙地带最近的以色列城市 来看总台记者赵冰从斯戴罗特发回的报道 今天当地时间的3号也是冲突双方结束停火 恢复军事冲突的第三天 目前来看双方之间的冲突进行的非常的激烈 那我们现在在加沙的边境地区 我身后大约3公里外就是加沙地带最北部的城镇拜特哈嫩 虽然已经被以军占领控制了近一个月的时间 但是我们现在在以色列一侧 依然是能够持续地听到来自拜特哈嫩方向 以及周边地区传出的炮火和爆炸的声音 并且我们看到因为爆炸产生的黑烟 几乎是弥漫了整个拜特哈嫩城市的上空 而刚才我们在现场也是有短暂的防空警报响起 然后多枚乙军的铁熊导弹是从我们的头顶 掠过拦截袭来的火箭弹 在2号的晚间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表示说 地面军事行动是赢得加沙战争的唯一的途径 以方已经发布扩大在加沙地带军事行动的指示 所以目前来看 短期内冲突仍将猛烈地持续 暂时可能不会有新的停火协议 并且根据我们的了解 以色列国防军也是发布了所谓的加沙封锁警报地图 将加沙地带划分为上百个不同的区域 并要求当地民众根据以方袭击 在不同地区进行迁移 那这似乎也表明 一军可能将进一步地逐步推进 其在加沙地带中南部的军事打击行动 那根据我们对加沙地带的了解 在基础设施被炸 无处容身以及缺油少粮的情况下 加沙民众其实很难实现转移 再来